大家好,我是小秀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好吃又美味的鱼头米粉 现在这个鱼头已经切好了 锅已经烧热了 现在开始放油了 放油 要少洗的哦,不要到太多了 油里面放点油 这样防止鱼头就不会粘锅了 刚少洗的,不要太多了 好,可以了 油已经烧热了 现在把鱼头放下去煎 用热水把米粉泡一下 这个米粉就会变暖 拿这个鱼头 把它翻过来 先另一边 辣椎已经熟了 太熟了 再加点酱油 再加一点盐 切点青椒 小米浆 喜欢吃辣的 可以多加点小米浆 加个半层水 倒下去 进去的等待 这个鱼桃水 鱼桃锅干 来了 把葱切好 等下放在鱼桃里面会更香一点 现在鱼桃已经煮得差不多 得打开锅盖了 放这个辣椒下去 翻炒一下 这个粉已经泡得差不多了 已经暖了点 可以放肥下去 把它翻炒一下 然后再盖上锅盖 让它煮一回 打开锅盖 放点味精下去 待会就可以出锅了 可以了 最后 把这个葱放下去 大功告成了 终于可以出锅了 反正我迫不提大 现在我来尝一尝 看看味道怎么样 鱼头 鱼头米粉 已经制作完成了 现在我来尝一口 我来尝一口 这个鱼头好嫩 再尝一下这个米粉 哇 筋道 好嚼 筋道又筋道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呢 就请关注我 我是小秀 谢谢大家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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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